第二就是,為什麼這樣的賭,在香港就一定不行 因為大陸的賭,以前看盜版的人就習慣了這樣看 因為一本盜版這樣的書的時候,大家怕不值得看 所以他就把四格縮起來,變成四拼一 這些人習慣了盜版,習慣了四格都看了就OK 其實我們曾經試過這樣的情況,記得嗎? 2001和馬國洲漢的時候都是這樣 馬王年度也是這樣,當然這個時間不是很長 所以我覺得那個賭就不是最大的關鍵 反而是你如何吸引一些新讀者的關鍵 我想說,可能會覺得我們用這些駁慢 就已經有種叫做… 老土 老土 老土呢? 我也有這樣看 老土是看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曾經何時說,不是很久了,十多年 街霸和拳王打的時候的年代 大家不覺得老土 是吧? 或者應該是最後一批駁慢的讀者 應該就像是巴爾哈薩爾那個年代 算了 算了 即是說十年前 所以其實那個老土其實是師傅的內容 即是好像現在用駁慢去寫一本 假設有一個適合的遊戲 我經常覺得是很Hit的 而你正式拿到版權 可以用這個島去寫一本 假設Puzzle and Dragon 你如果畫得好,故事就OK 大家是Hit的 裡面有些菜式,古靈精怪的東西 交給你手去搞 可能會變得很Hit的 這個是一個過程 因為看電影 像現在這樣看電影 我們都是這樣看 都是看那個螢幕 老土是否看裡面的內容 是吧? 我反而我覺得 其實說真的 這個真是 以商業的角度 和在銀事的角度裡面算 很難去冒險其他的賭 在這一刻 即是老土投資都是 一定先走到這一種 但是長遠計算 其實是危機的東西 一定錢都要看公仔書 是吧? 是吧? 那我覺得可能 我就不覺得到版的問題 我倒過來 就應該用回他們的上網 去賺回他們的錢 我之前也有說過 例如說過 遊戲的方式 譬如你手機很方便 譬如看一些故事 那樣東西 都一定是你的意見 其實我在玩的過程裡 你打不打得贏這隻 譬如打不打得爆 假設你用多少點 即是打個手機 簡單的mini game 你打得爆 那你就可以看B的故事 看不到的 就是A的故事 即是用A、B故事 通過由利方式 分刷 就會看到不同的結局 又或者你用獨龍鑽 那你獨龍鑽 要練成才可以 就要付錢買mini game 一元買兩元 但我講的不是香港 全世界 但你轉爆了金鐘罩 那你就可以去到B區 C區的故事 但如果你覺得 我不想 只想直看 那你就直走 那故事 你不要管它 直走 我想在這個過程裡 有沒有商機 可不可以分叉出來 去看其他的東西 因為想起 我之前跟你說 你不能夠打破了上網這件事 為何是這樣的 設定是這樣的 如果可以的時候 上網這件事 可以什麼 你不是做漫畫 你改行 你這麼厲害 我們應該順應 他的潮流 他認為是這樣去做 你就借回iPad 或者電話 他們這個程式 做回關於漫畫 我覺得iPad 不能擋 因為他最嚴重 他比網站看漫畫更嚴重 因為他去市坑 我去市坑 我去市坑看 然後放工 你吃飯 可以拿那部iPad看 你突破了電腦移動 其實這個影響真的會更加大 還有 那個島是一個關鍵 我常常在講 那看我講的 所以其實 你就要通過iPad 去想辦法 但到現在為止 其實那一晚 出了很多iPad 或者電子書 其實都不可以 其中一個不可以的 最大原因就是 其實我們沒有做過 我自己大膽都講 沒有做過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些舊東西 人家都放上網 你再重新整個電子書 我怎麼會看你呢 千萬更 我還看你 大哥 隔壁都完全不用錢 你為什麼要我收錢 你不會這樣去支持那個書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全行的 網路加馬榮成 假設 上海小湖 重新江湖 他出一本的電子書 在iPad就出 但我收你 可能9元 最貴的 8元 8元 我就出街 只有這裏買 實體都沒有賣 然後就看看 你有多少人去 付錢買 這樣就試到真正 那個購買肉 你明白嗎 因為最終 我們都是拿一些舊東西來搞 舊東西來搞 我肯定不買 但是有這樣說 因為一些新信的主筆 剛才跟你說 Carson 或者是 不靈之道那些 他們都不是一些名牌 反而 到最後 我們要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 放進去 其實剛才那裏 我只是說 其中一兩點 如果在iPad 去到那個故事 是審補的 或者是stop那個故事 這個就是衍生產品 在看書的過程裏 再作為一些東西 我覺得OK 就是有得搞的 這個東西可以試的 但是我講的大原則就是 為什麼電子書 現在 就是港版電子書 在上面完全不行 其實最大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全部都拿舊東西來做 是啊 OK 就算我新東西 我新東西 我全部都是新東西 去放進iPad 我只得iPad賣的 可以看的話 我賣你百元 就算得一千人看 或者五百人看 就會慢慢造成一個習慣性 這些人就會繼續看 但是當然你剛才說 加到一些附加值 去令到 人們在看的過程裏面 再產生一些消費 我們所謂的增添 這個就是令到那件事更加好的 但是原則性就是說 你要做電子書 最少你要跟實體書是同步 但是今時今日 我們其實所有人都沒有做過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不敢說 OK 我通過這個iPad 是可以的 黃先生試過就是通過KingCommerce 他試過做這個什麼 試過做這個 就是出過收費 我所知曾經 試過收過十萬元 就是每個月 十萬元就是有十萬個Kick 即十萬個人 十萬 即未必是一個人給 十萬個Kick 就是十萬元 就是一元一個 但是肯定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 證明了不是完全沒有人看 但是當然那個裡面 因為始終有電腦 都不太方便 所以我覺得電子書 可以探討 其實不會完全沒有 我補充一點點 最近看過一個鬼書 鬼書 說真的 現在我們的聯絡 跟以前不同了 一本公司的書 你嚇到我什麼 我就是在一個韓國的網站 看到鬼書 真的嚇到我 它的程式是怎樣的 你一直在iPad看 是嗎 很簡單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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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沒有什麼發展的 那我就Kick 看第二頁 我頂他的肺 他突然一響一響 我是嚇到的 一定嚇到的 因為聲音有聲音 其實我們好玩就是這件事 其實一定要變 我能量度到東西 適應這件事 那我難保回 我打輸 是有一點點響 就是做一些很厲害的效果出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我真的一變 其實危和機那件事而已 好像去到就是死就是死的時候 當然有些新的事 什麼的必反 我只是覺得是一個循環 去到最嚴重的時候 你電影也是 你電影 香港就說以前收這麼多錢 現在就這麼嚴重 但之後去到大陸 然後又不知道幾億了 所以其實是有商機的 中間裏面我覺得是有一些 位置可以轉的 未必一定有什麼 但當然啦 很多人都問我 說廣萬六 完全不能做 但我覺得 因為未死到盡 例如今個星期六 馬sir 榮休之後 黃先生開始又把專注力放在大陸 其實開始都已經 其實可能會有些新的突破出來 大家都知道 之後廣萬其實都有很多條線 很多東西搞 例如包括阿興有新的東西搞 我自己也會有些新的東西搞 然後還有坊街有其他人 可能有些新書要出 其實會有些新的衝擊 我們可以下一節 我們可以再聊一聊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好嗎